记者提温声不断 美国总统拜登美东时间24号 抵达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 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合国大会演说 而拜登在提及信念时 重申美国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在不厉害 抵抗美国的经济竞争 对其他国际的国家和中国的国家 在北京的南部 保持平革命和平革 严下之意是 除了乌尔战争中东战火外 美国也把焦点放在印太地区 同时指名道姓 说出竞争对手 美国最近重启跟中国的合作 打击美国泛滥的强效 泪鸦片指痛剂芬泰尼 拜登演说反映两国竞争及合作关系 而拜登同时强调 任内外交政策成就 未来不会瓦解 面对卸任前最头痛的乌尔战争 拜登用北约更加强大 形容现在局势 也说乌克兰依然自由 而无二战争及台海议题 也成为24号G7联大厂编会晤 讨论重点 会后声明包含 支持乌克兰 也对中国直接喊话 反对中国在南海 对邻国的恫吓行为 也提及支持台湾 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对国际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近新闻综合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